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恐怖片 《乙群》 影片一开场 在东南亚某国的一个农舍 龙套姐正在家里做晚饭的时候 蚂蚁军团突然就出现 哎呀 这导演和编剧的三观也太阴暗 你让龙套姐玩蛋也就算了 还让这么小的孩子领盒饭 简直就是俩大混蛋 转场之后 电视台正在采访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大兄妹 大兄妹说这些蚂蚁啊 很可能是因为激素变了异 从而让他们具有了强烈的攻击能力 如果人类再不注意 早晚全都打嗝了皮 记者问正准备率领团队去消灭蚂蚁的大眼哥 说你觉得大兄妹分析的对不对啊 大眼哥说我认为还有很重要的两点 他没说到 首先是不能对着蚂蚁动尿尿 其次是打手枪的时候必须戴套 不然激素洒满地这蚂蚁能不变了意吗 大眼哥正吹了云山雾罩的时候 大兄妹的电话就到了 大兄妹说你当着记者的面扯什么蛋呢 又是尿尿又是带套你害臊不害臊 大眼哥说我这套理论体系非常完善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就经常这么干 而且我现在已经爱上了你 你必须支持我的论断 大兄妹说那改天咱俩一起吃个饭 你表演给我看 大眼哥说这太好吧 到时候你就知道我的手段有多震撼 跟大兄妹扯完蛋之后 大眼哥带着手下便开服前线 准备跟蚂蚁军团展开作战 转场之后 当地驻军的龙套哥召集大家开了一碰头会 龙套哥说这次的蚁群比2001年那次的数量更多 攻击力更强 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 到时候全世界人民都有可能被他们吃了 大眼哥说目前蚁王的手下估计得有几十亿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兵力 就算我们在座的哥几个艺人录一发 都不一定能超过他 不过我们手上有先进的武器 一定会让他们拳头嗝的屁 接下来大眼哥带着胡子叔等人 来到前线开始跟蚂蚁军团作战 大眼哥一通炮弹 就让大批的蚂蚁领了口饭 蚁王一看他就不干 急忙着急手下组成了几根响 就打算让大眼哥等人尝一尝 大眼哥和胡子叔一看对方来者不善 这当下都是猛的一颤 由于胡子叔的防护服被咬烂 一只小蚂蚁钻进了他的耳朵里 这回后面的剧情啊 其实也没埋下什么福利 回到营地之后 大眼没说你看看 这个地区的蚂蚁已经彻底泛滥了 你们今天干掉的 顶多是蚂蚁军团的一个连的兵力 根本伤不了他们的元气 到了晚上 部队首长龙套叔 为大眼哥等人举办了一场庆功宴 龙套叔说 今儿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 希望大家能够一鼓作气 争取更大的胜利 就在大家又吃又喝又露磕的时候 胡子叔那边好像已经喝的有点多了 大眼哥说你没事吧 我看着你怎么有点不对劲 龙套叔开玩笑说 估计是因为放掉了一条漏网之鱼 所以他心里才有点急 鲁蛋哥一看胡子叔跟大眼哥那么亲密 就是一肚子的气 说这男人没他妈一个好鸟 以前胡子叔对我多好 没想到现在又开始跟大眼哥互告了 大眼妹说人生如气 玩的就是屎安中气 就甭跟这自怨自艺了 就在这个时候 龙套哥突然接到了情报 说蚁王率领大军马上就要杀到了 大家伙一听全都吓叫 大眼哥说大家别害怕 我先去给大兄妹打一电话 大眼哥说这些蚂蚁比我想象的更疯狂 你必须抓紧时间过来帮帮我的忙了 第二天的一早 大眼哥和大兄妹在机场一见面 两人都默默含情一脸的动怒 大兄妹说啥时候让我见见你那震撼的手段 大眼哥说那都是钱扯淡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目前的局面 大眼哥说着拿出了一张自己画的图片 说你看看 这就是蚂蚁军团组合成的造型 他们一直在盯着我看 好像对我是一见钟情 似乎我要是不答应 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要了我的命 两人开车回到驻地一看 发现外面是一片大乱 当地的老百姓正撒鸭子逃难 大眼哥和大兄妹来到现场 果然发现几根又粗鲁肠的一翔正在撞旁 胡子叔不满的说我们这马上就要打仗了 你开着车又到哪儿浪啊浪了 大眼哥说我看着有点晕呢 这电脑特效做的也太不走心了 龙套哥说我们已经封锁了所有的出口 一旦被这帮孙子突破了封锁线 那全世界的人民全都在领导盘 胡子叔说甭他们扯淡 还全世界人目 你看咱这片子的预算了 大兄妹说他们这么七心协力 估计背后有大boss给他们出走主意 龙套哥说目前岛上还有五十个人 如果我们再不行动了 估计他们很快就丢了命了 就在大眼哥等人要出发的时候 胡子叔和自己的前任产生了矛盾 鲁蛋哥说我对你始终是一心一意 可没想到你这个没良心的竟然对我使完中气 胡子叔说我跟你就是逢场作戏 就甭给他瞎起你了 转场之后一帮人刚上了岸 蚂蚁军团就出现了 经过一番混战 大兄妹居然救下了一个马上就要嗝的屁的小萝莉 大眼哥一看敌强我弱 于是急忙带着大兄妹和小萝莉撒牙子就撤了 而此时的胡子叔正在孤军作战 就在这个时候 对胡子叔救情难忘的鲁蛋哥即时出现了 不过人生总是充满了遗憾 两人还没来得及再去前缘 鲁蛋哥很快就领了好烦 胡子叔一看进不住是仰天长叹 说我可真是一个薄情寡义的大混蛋 接下来蚂蚁军团一鼓作气 向大眼哥的筑地扑了过去 大眼妹意识到再不跑 自己肯定得包销了 于是急忙撒牙子撩了 转场之后 当大眼哥带着大兄妹和小萝莉 刚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没想到却被蚁王派出的手下拽了回去 三个人走进山洞一看 一些奇奇怪怪的景象就在他们眼前出现 把大眼哥和大兄妹这对高级知识分子都看懵逼了 小萝莉说据我分析 这里估计是外星人的秘密基地 外星人一听 意识到这小丫头骗子知道的太多了 于是上去就把小萝莉给活捉了 大眼哥和大兄妹这对老鸡贼一看情况不带对啊 于是急忙撒牙子撤退了 大兄妹说你这个带小鬼 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大眼哥说你懂个屁 我这叫保存实力 丑机会再回去杀他们个出其不意 到了晚上重头戏来了 大眼哥和大兄妹聊着聊着就动起了手 月亮走我也走 看来今儿晚上是要闹一宿了 第二天的一早 大眼哥和大兄妹回到基地之后 一帮人开了一碰头会 大家七嘴八舌闲扯了一会儿蛋的 最后是不慌而散 随后大眼哥带着胡子书和大兄妹 再次返回了外星人的基地 三个人进去之后痴心的发现的 小萝莉居然还没有嗝屁 不过更神奇的是啊 大眼哥竟然在一夜之间 就参透了外星人语言里的含义 就在大眼哥跟外星人谈判的时候 胡子书突然就露出了 绑在身上的定时炸弹了 胡子书说 甭跟这帮孙子献尸弹了 你们赶快出去 我现在就跟他们一起领着玩 影片的最后随着炸弹的轰隆一声 胡子书和蚂蚁军堂的戏份呢 全都杀了几个 外星人一看 意识到这活是没法干了 于是飞到天上一晃就不见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呢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人类必须讲环保 不然地球受不了 天崩地裂全毁灭 到时谁都别想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